來 放棄 歡迎收看 市民進行劇 實在有夠讚 YES 歡迎收看今天唱片來賓 美麗人氣和繁榮 歡迎收看 好美 腿好長 接下來是氣質人氣 余皓榮 每天早上和老公喝一碗 熱呼呼的鹹肉漿 實在有夠讚 漂亮 好可憐 美食健康操開動了 1 1 2 3 4 好美 好美 好 節目一開始大家就先動起來了 好有口福 真的 一開始他們有說到 覺得最幸福吃到的 說是 鹹豆漿 對 因為我每天會送小孩 送完小孩跟我老公 就會到那個豆漿店 點一碗熱熱的鹹豆漿 其實不是好 白龍姐喜歡吃雞屁股 兩年美容 對啊 西里香 不分季節 四季都可以 而且是 最多膠原蛋白的 對啊 而且我喜歡吃那種 就是 那個不肥的我還不喜歡 就是要用營養下去 要用烤的 烤的還炸的 炸的我會比較喜歡一點 有人說吃炸雞屁股 不見得這麼健康 但是又有人說 可以補充膠原蛋白 所以我選擇 聽那個 會補充膠原蛋白 所以我選擇 因為這其實喜歡吃 吃比較好吃 對 今天介紹這麼多好吃的美食 對不對 緊接著 我們第一單元就有好吃的東西 對 大家拭目以待 馬上進入我們的 美食咕咕了 對 我們美食小天使 麻吉 鬆秀 鬆秀 好辣 天啊 我們的美食小天使 緊接著下來的 我們的美食咕咕了會 非常好吃的料理 對不對 好 趕快看一下我們的 夢幻之舞創意套餐 VC 孔子說實色性也 是這道美味與外型兼具的 創意之舞套餐最好的註解 裡面有芋泥和花枝 做成松軟彈牙的紫雲彩梯 飛海道鮭魚炙燒 加上田野燉飯的炙燕聖杯 用牛番茄包滿干貝鮮蝦的 紅玉海鮮凍 人生當歸浸泡的老酒 和上等麻油 精燉而成的南斗老酒機 雞酸甜草莓 配焦脆糖衣的法師烤布雷 這道充滿色香味俱全的 夢幻之舞套餐值多少錢呢 好 看來介紹夢幻之舞創意套餐 我們三組的來賓已經就定位了 我們艾成跟道遠是一組的 其他兩位來賓各在一組 艾成好掏急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贏 沒錯 請我們的小天使麻糬 推出來給大家瞧瞧 想要知道夢幻之舞創意套餐 這邊讓你明明到底要紅多少錢呢 你看這個油紙 因為全部創意套餐裡面有 很滿散喔 紅玉海鮮丼 還有智燕聖杯 南斗老酒機 還有甜點火烤布雷 超華人 十尺大洞的套餐 到底值多少錢呢 好 第一組 你這套餐的油脂分佈 1680塊錢 你算1680塊再低一點點 低一點 1500 1500 500塊錢 太高再低一點點 再低 1300 1300塊錢五樣賽 1300塊算是時代對不對 再低一點第一組 再低一點 可以 那我猜 8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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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極強的一個數字 恭喜你答錯 再低一點 好 再低一點是不是 人氣加油 對 600塊錢這個數字 算是滿功的 經濟又實惠對不對 恭喜你答錯 再高一點點 再高一點點 而且高一點 680 這個數字也非常的對 聽起來好像是猜對了 對不對 對 到底這樣子五樣的食材 放在一起一個套餐 到底值多少錢呢 童童 到底是不是680元 恭喜你答錯 對啊 它明明就是五份啊 沒有 沒有 你想太多 沒有 它五份是屬於一個人的 紫番薯還有鹹蛋黃 打成泥花 對 對 外面那是花枝 那個醬是優格嗎 還是美乃滋啊 沒關係 我們不要看就好了 你吃吧 我們不要看 讓它告訴你 美乃滋 天啊 感覺上它吃起來的口感 有點QQ 帶Q對不對 對 裡面很綿密 然後外面很那個 很有咬性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紅玉海鮮丼 海鮮麗餅 海鮮丼 開胃才吃完了 整顆的番茄包覆的 裡面的海鮮丼是用花枝 鯛魚還有干貝 好 還有加檸檬汁提味 讓海鮮更加的 鮮甜 好香 很香 好香 它是甘甜 而且一點都不會腥 好 下一道菜了 再來是我們的 鮭魚捲 鮭魚捲 它燈稍微烤過一下 讓它的香氣更加提升 就這樣吃了 至少給我們聞一下嘛 對不對 等一下 你看它油亮的那個 好香 油脂 我的天啊 那個香氣被火烤出來 這給你們接口水了 沒有 它這個外面 感覺像用那個火烤的方式 太熱了 一點點的炭的味道 對 入口即化 很嫩對不對 非常嫩 肥肥的對不對 油脂 油脂 天啊 下一道 等一下 這裡上有兩道驚喜 打開的是 有 有 是 天啊 沒想到美味的志願聖杯 還有令人驚喜的秘密呢 廣告之後絕對讓你嚇一跳 好香喔 一點點的炭的味道 對 入口即化 很嫩對不對 非常嫩 肥肥的對不對 油脂 油脂 天啊 好 下一道菜 等一下 這一道有兩道驚喜 打開的是 田園蔬菜燉飯 旁邊的是那個 Mazuka 泵起司 泵起司 上一道菜是呢 它有兩樣不同吃起來的口感 對不對 增加你的飽足感 好香喔 而且它擺盤多可愛 真的 好濃 整個味道好濃郁 很像國外的感覺對不對 好像到義大利的感覺 整個 整塊起司下去做的有沒有 好香 鮮奶油下去製作的 一大口 好漂亮 這樣會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甜點好棒 要配上我們的草莓對不對 但是我們不能吃 稍微遮一下 稍微遮一下我的嘴好了 好討厭喔 好想吃喔 好好吃喔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夢幻的料理呢 是由我們林口非常老之後的 飯店所做出來的 好不好 現在週休二日到了 大家有時間可以多去吃美食 開始休閒了 好 今天恭喜我們的浩蘭 她得到了我們的一個讚子 早上繼續我們的有過讚美食秀 又來到油過讚美食秀這個單元 跟大家講解一下遊戲的規則 待會兒呢 我們在這個一連串的烹飪 裡面會提出問題 到最後答題 答對最多的 我們就把這頂級好吃的美食 獻上給她 好棒 這是享用 是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Live秀 請到的是哪一位師傅 我們歡迎黃崇豪師傅 黃崇豪師傅 大家好 黃崇豪廚藝經歷十八年 擅長無國界料理 拿手好菜 大漠 風沙 無錫牌 八寶鴨 以及江浙菜 黃崇豪 今天要帶來什麼樣好界料理 給大家吧 要帶來 炊育生抽蝦 炊育生抽蝦 大家可以知道像生抽 生抽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生抽 跟透抽有關係嗎 透抽 透抽 我們對不對 生抽它到底是一個怎麼樣 黃師傅可以跟我們大家解釋一下 生抽它其實是有味道的淡色醬油 然後老抽的話 它是我們在做糖色 醬色用 是在調色用的 所以生抽跟老抽是 一個是沒有味道 一個是有味道的 那我們今天這樣子的食材 是屬於哪裡的料理呢 這是廣東菜 廣東菜來著 厚厚美 厲害了 是不是 謝謝 那十一婆今天要來看我們料理 先介紹我們今天料理有哪些的集材 來 今天主要的食材有 A級越南大草蝦 鮮甜脆嫩的青花苗 上等越南魚露 還有調和沾醬用的酸紅瓜 黃芥末 蜂蜜 以及有畫龍點睛之效的秘密武器 麻煩請你趕快來料理看看 好 謝謝 然後我們首先先介紹我們的草蝦 我們草蝦要把這個頭 這個草蝦好大隻 你看給觀眾看這草蝦多 對 好可愛 我剛剛問那個師傅 他說那個蝦子是可以生吃的 新鮮到這樣子 很新鮮 草蝦可以生吃 我這是生食的 它有分規格的 有吃的 首先我們先把頭部尖銳的地方 我們把它剪掉 在我們使用的過程裡面 比較不容易傷到我們的嘴巴 那我今天示範的是用 用我們這個 開這個腹部 對 除了就是說 蝦子的熟成度 我們能夠掌握得更好 而且這個 等一下我們在使用的時候更方便 我們這樣一撥蝦子 蝦肉就會彈出來了 那時候也方便 對 各位這算是小屁股有沒有 因為登堂來講 家裡面都是開背 它是開肚肚 媽媽快起起來 好都學到了 問題來囉 問題是什麼呢 請問 夏戀哪一種好草蝦 它的特徵是哪一種 1 頭黑身硬 2 頭輕身軟 3 頭輕身硬 請想答 第一組 我去釣過蝦子 我知道它軟的是比較不新鮮 所以硬的話就是比較新鮮 那聽你的 頭輕身硬 所以是3 3 頭輕身硬 身硬 好 它答對了嗎 答對了 好 好 恭喜我們第一組先擺這個 讚請 恭喜 很棒 謝謝 謝謝 這個蝦殼的部分 如果說是呈現紅色的 比較暗紅色的狀態 代表蝦子不夠新鮮 而且蝦子身體比較暖的話 代表它就是說 它的肉質比較爛 這個也有可能就是說 它剛好在季節交替的時候要脫殼 那我們如果說挑這種蝦子 在食用的時候會很不方便 因為它肉跟殼會黏住 比較不好一次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捏捏它的身體 那我來捏看看好了 所以要頭是輕的有沒有 頭是輕的 怎麼了 有六塊喔 有六塊劑喔 感覺它肌肉很硬 好 接下來我們要處理我們的青花苗 纖維比較粗的部分 我們要把它就是撕掉 對 其實燙青菜我們可以放一些鹽巴 可以把它這個青菜本身的甜味 給它提升起來 請問這個黃西甫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方式 可以讓我來追女朋友 然後在家裡做青菜的時候 即使變成黃色或怎樣 讓它看起來還是翠綠 翠綠 非常秀色 可恰 這個不用黃西甫 這個我告訴你 因為我要問他們問題了 請問 若要保持燙過綠色蔬菜的顏色要加 1 太白粉 2 沙拉油 3 蘇打粉 蘇打粉 請搶答 第2組 我要搶一個 太快了 太快了吧 趕快拿出你人氣的氣勢 你會嗎 當然是3 蘇打粉 對啊 蘇打粉或加一點酒 是不是啊 師傅 答對了 是不是啊 謝謝 加一點酒呢 都可以保持那個綠色的那個 顏色 就算你煮很久忘記了 你拿出來的時候 它還是非常翠綠 對 在這邊恭喜粉紅姐答對 剩下一個贊助 謝謝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的答案 就在這個地方 蘇打粉 蘇打粉 蘇打粉的話 它是防止我們的青菜 比較快氧化掉 然後它可以把葉綠素提升出來 這個菜 我們只要汆燙好以後 要馬上下去冰鎮 這個如果說從早上放到晚上的話 菜還是保持翠綠色的 到底蘇打粉要加多少的量 差不多1公斤 我們加5公克就可以了 緊接著我們看到師傅 我們旁邊那個油鍋 我看到你把油也熱好了 我們的油是要處理誰 現在要來炸蝦子了 要來炸蝦子了 太棒了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 怎麼樣去試這個油溫 對啦 每次炸東西都不會試油溫 各位 一定有那個經驗 我們在家裡面有沒有 一炸下去完蛋了 外面已經都焦掉了 裡面還沒熟 對 對 用什麼方法可以測試油溫 1 用木塊抵住鍋底看油泡 2 滴麵糊 3 撒鹽斑 好 請搶檔 你做了 你想到了 你怎麼這麼快 你怎麼這麼快 好了 妳做 我覺得依照我的經驗的話 我每次是用筷子 用筷子 他說他旁邊油會冒泡泡 看那個泡泡的 這個大小 真的 不會是人妻耶 真的 有時候小孩的對不對 我們皓然姐說的是對的嗎 答錯了 錯了 請搶答 白龍姐 我知道了 撒鹽巴 我們每個家庭裡頭 一定都有鹽巴 但是不見得有木塊跟麵糊 2號 答對了嗎 答錯了 錯了 錯了 各位 我們不用再搶答了好不好 這一題呢 三組都沒有答對 但是呢 到底要怎麼做呢 各位 小小麵糊大大功用 如何利用麵糊式油溫呢 實在有夠讚 讓你美味加悶 這一題呢 三組都沒有答對 但是呢 到底要怎麼做呢 各位 它如果是滴油溫的話 這個麵糊滴下去以後 它會沉底 沉底以後才浮上來 那代表這個油溫差不多在100度上下 如果是滴到一半以後 它從中間浮上來 這個油溫是在150到180之間 如果我們 油溫很熱的話 直接滴上去 它沒有辦法沉下去 浮載在上面的話 這個油溫就超過180度 了解 所以其實這算是小撇步 對 教給大家 對不對 教給大家 那西甫我們炸蝦到底要多少的油溫 要150到180之間 就中油溫 中油溫 中油溫最是浮在中間 然後才起來的那個 對 是 不是馬上 在上面 這樣蝦子會太老 會太老 所以火候是很重要的 是重要的 真的不簡單 對 今天黃師傅教我們 如何在家控制油溫 做只好吃的炸蝦 那我覺得浩然姐 她一定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她的木塊沒有答應 對 老師為什麼 很多人都用木塊是不對的 因為一般來說應該都是木塊 一般都是講木塊 其實木塊也是 也是有人這樣試的 只是說一般家庭主婦的話 他們比較不容易就是 分辨說木塊的這個 泡泡的那個多餘寡 顆粒的大餘小 我們那木塊 我們放的乾濕度不一樣 對 有時候洗完 放在裡面 有些人要洗完之後 放在水 哇塞 對啊 師傅看到沒有 真正的男人是怎樣 處變不驚 炸到六分熟左右 六分熟 對 蝦子 它還會有餘溫 那餘溫的話 如果說我們炸太老的話 等一下這個 它熟成太快的話 我們等一下還要收汁的動作 它蝦子就會 太老了 因為其中還有別的手續 我想知道醬料怎麼做 對 醬料其實很簡單 就是一般我們的 魚露 放個冰糖 一點香菜根 然後下去熬一下 把味道稀釋一點 對 那這一道菜其實就只有 就很簡單的調味料 就是只有魚露 還有待會兒我們的 好厲害 蜜蜜 我們的這個蒜 現在可以來爆香了 對 我這個人最愛蒜 好香 那個味道一定是很重的 這樣味出來以後 就可以把這個魚露 對 魚露下鍋 魚露下鍋以後 下一點點的糖 它可以讓我們的味道更有層次 一食飯左右 對 我們再來就是把我們的蝦子 炸剛剛炸好的六分熟的蝦子 把它放下去 讓它收汁 它調味滿簡單的 對 收汁之前 我們有一個重要的秘密武器 趕快 最後一題 大家搶答囉 快要知道 趕快 請問 在這道料理最後關頭 要加入哪一位秘密武器 才能讓蝦子的味道更鮮甜 1 香菜 2 檸檬 3 3 莫爾葉 請降答 OK 浩然姐 浩然姐 香菜 檸檬 檸檬 妳覺得是檸檬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胡椒蝦 不是它有一道也是檸檬蝦 那是胡椒 那是檸檬蝦 那是檸檬蝦 但是我們一般在家裡面 其實很多料理 包括沙拉什麼 只要加一點檸檬汁 味道就不一樣 就提了 對 西芙 請問她答對了嗎 西芙 答 對了 好 現在我們最後一個 重要的秘密武器 它就是 檸檬 好 就是檸檬了 趕快給西芙 一樣的鍋邊掃上去 在我們的主食材要起鍋之前 撒上一點點的檸檬 恭喜浩然姐答對 再得到一個讚 讚 這個蝦子除了有鹹 帶一點甜 最後加了檸檬 酸 三種不同層次的口感 就是我們今天頂級的料理 那我現在還要調一個那個 蜂蜜芥末的醬汁 對,我剛剛想說我們桌上怎麼還有食材 它還沒有用到對不對 對 是 我們就是差不多 兩匙的 兩匙的芥末 兩匙的芥末 兩小時黃芥末 對 蜂蜜 兩小時的蜂蜜 對 蜂蜜一般我們超市就買得到了 對 然後我們雙黃瓜 雙黃瓜 我們就稍微給它拍碎就可以了 拍碎 先壓扁 對,拍碎 切成末 對,切成末就可以了 很好切 對 一根就好了 對,一根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的量不是很多 用雙黃瓜其實很特別 對 那其實我這邊已經有 成品已經弄好了 調好了在這裡 對 然後我們現在要來盛盤了 完全不用切 不用切 對 而且它是剛冰鎮過 看起來那個顏色非常鮮艷 很綠 對,經過我們烹飪的一段時間 它看起來色澤依然是非常的翠綠 非常的漂亮 現在要刷油漆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用我們的燥燒醬 跟七味粉下去調的 燥燒醬 所以除了我們的七味粉 還要有一點燥燒醬 但燥燒醬其實每個人 家裡面幾乎都有 大皮灰 這是要做我們的盤式料理 所以其實媽媽要在家裡 好仔細 好 一個好的頂級料理 不只要味道要讚 要好吃 對不對 還有視覺的享受 對 它是一整個整體的享受 感覺有小橋流水的感覺 真的 煮食材也準備要起鍋了 這個炒蝦的體型瘦大肥美 別名就是明蝦 別別了 好可口 而且配色我們這個 翠綠燒的擺飾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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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棒 我們的翠綠燒手下完成了 OK 讓我們恭喜今天的優勝者 余皓仁 皓仁姐 大獲全勝耶 太棒了 我們今天的這道頂級的食材 美食料理就是屬於她的 請享用 不好意思大家 開任司全部 妳今天從頭一跳尾 很結實 真的有練過劍耶 有喔 好大一隻喔 你看那個蝦 妳看那個蝦 真好棒 太誇張了 天啊 我們第一次剝到 這麼好剝的蝦耶 真好剝對不對 所以媽媽有記住了 天啊 要切肚子 對 其實我們切肚子 第一火候好掌握之外 它剝殼也真的很好剝 三個 勞力從尾巴一撐 好好吃喔 而且我跟你講 它的蝦肉好有彈性 Q彈彈 對 有練過的啊 非常非常香 而且我們就用六分熟之後 下去抱向師傅 它即使出來呈現的 還是非常鮮嫩 是 一點都不老 對 而且坦白說吃蝦有一個樂趣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什麼樂趣 這人是道遠就知道了 說真的 真的 吃完了蝦肉 對 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是青花筍 它是這個花椰菜的幼苗 對 它是這個季節才幼的 秋天 季節限定 尾巴要熟練過了 對 好嫩喔 好嫩喔 非常嫩 非常嫩 而且這個菜好甜 今天我們的浩蘭姐 從頭引到尾 從我們的咕咕樂 來到我們的頂級美食秀 今天的浩蘭姐就是我們的 有夠讚食神前頒獎 獎盃 歡迎我們的金獎盃 帶給她今天享受到 我們頂級美食料理掌聲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浩蘭姐 謝謝 謝謝 記得每週一週 晚上七點半 都幫你們收看我們的 CBG秀情